本短片为关于透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电影资讯与预告分析 可由右上角的连接过去哦 此事与金刚狼 现世级狼情示意 彩蛋满满正式开达 没有错 TVA早死是不怀好意 自己的宇宙自己救 猫魔救世主 恶搞整个MCU 迪士尼一定要的啦 一起来看看番茄酱喷好喷满 还有什么精彩看点呢 虽然台风角局 但可以的话 还是一定要想先看的啦 哈也是只能说电影好看 彩蛋 大开玩笑 在这片电影一开始就再一次狠狠来恶搞罗根 那时候金刚狼很悲催 壮烈牺牲的下场结局 没有想到这片一开始 此事就跑去挖罗根的墓 过来也就看到了TVA人跑来要威捕他的时候 既然这样大不禁 才有我们阿拉雅德曼合金骨骸当武器搭配背景音乐 与辛格的BuyBuyBuy秀武技真的是呈现满满横闹又是超级好笑一段 而再来剧情也才在往前倒带说明这事件的缘由 这一段就来给一个小小的前进提要一下下 也如果没看过前面像是14-2后罗根店的朋友 简单说呢 前面14-2是因为仇恶值太高 所以来杀生之后 坏人要干掉维德却害到凡丽莎 刚刚也说 14-2片尾穿梭时空跑回去救凡丽莎 不过事情就看到了 有一好没聊好的 虽然救了凡丽莎 但维德跟凡丽莎后来却分手了 哈 过来还有一段维德跑去应征复仇者 这便是以维德跑去MCU乘胜时间走 这一段看到强法附落 饰演了黑币免死了维德 当然了也就一直来作为跟MCU正式的连结 黑币的办公室放了一对复仇者的小彩蛋 但结果不禁如意 黑币并没有说此事 很有趣的是 得不再回顾过去小班夜魔侠之后 后来发现那时候强法附落也有在里面 那时候他在里面 饰演夜魔侠的那个律师好朋友 然后这边剧情就也是以这一案来做一个发展 维德在当不了复仇者之后 只能出卖汽车 把此事的衣服收起来 维德跟彼得是同事 事情就这样过了几年 一直到这边这一次生日趴 几个好朋友 大家那么好心还帮他亲身 只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维德生活过得是有些憋屈 剧情的大转折 就最开始第一次预告就看到的 就来一群好朋友帮过生日趴 吹大主食 某位传来敲门身之后 整个事情过来有了大转变 这边才是跟TBA第一次接触 本来还不知道TBA的 哈 如果有朋友也一样不知道时间别管理局 如果想知道TBA这群人是干嘛 里面运作机制的 就麻烦去参考一下 洛基影集一二两季 这边W是简单说 他们就是一群外挂的存在 专门维持从过去神仙之后 到现在多重宇宙的秩序 也看到了本面剧情就只聚焦在 贝伦先生这边不满 后面还是看到 莫名马杀户 里面B15出来收拾残局 但那后面再说 这边W要说的是 维德被抓来 这边确定了 这时候TBA是第二季结束之后的TBA 意思也就是说 萤幕显示是多重宇宙分叉的状况 所以理论上来说 这时候TBA的政策是放宽 是预许让各个分叉宇宙 各自相互是发展 也已经不会没有那一种 要强制删除掉分叉直线做法 而问题果然就还是处在 这位贝伦先生身上咯 是看到了 贝伦先生果然就是要招牧师进来 不过另一方面 维德却从这得知了 他与宇宙要GG了 只是在被黑币拒绝 不能当复仇者之后 给人是有一种一绝不正 只能委屈当业务员 所以在TBA这边 当贝伦先生一开始说要招牧他 维德当然是开心的不得了 立马就跑去制作新战袍 只不过实际听完条件之后 才知道事情严重性 原来贝伦先生说他宇宙要完蛋GG了 要么维德留在自己的宇宙 然后跟着一起结束 不然就是来TBA服务 可以避免跟着灭亡挂掉 好了 也不管前面如何 福射可以战情宇宙如何变迁 这边史诗金刚狼真是就说了 是编号10005地球 根据了TBA里面的说法 史诗所在是地球10005 同时呢 罗根店发生的也是在地球10005 因为怪悖论说了 维德宇宙的地毛者 骑身挂掉 那个地毛者 就是罗根店挂掉金刚狼 所以不管如何 史诗本来所在地球10005 一定会GG 而这个就也是为什么 截回最开始看到去挖木 因为史诗不信邪 不相信罗根真的挂掉 在其实罗根真的挂掉 也是很不认输 史诗在那边展开了 他一段穿梭多重宇宙的过程 想要TBA给西 到其他宇宙 找其他金刚狼代替 所以也就这样 由此带出了不同版本的金刚狼 如果W没看出的话 在穿梭多重宇宙 找金刚狼过程 这个部分之前预测有失误 需要修正一下 其实除了有一个 亨利卡威尔科川版本之外 里面其他版本 都是由修杰克曼所饰演的 包括独眼龙的金刚狼 一只小号的金刚狼 另一个老人罗根的变异题 一个被钉在巨大X上的 等等大概有七八个 不同版本的金刚狼 但前面遇到金刚狼 史诗都不喜欢 一直在找到这一位金刚狼之后 才正式进入主题 就如电眼标题所示的 不只是一部史诗电影 而是打着双主角双主菜的 这一部史诗金刚狼 不过其实在史诗 找到这一只阿狼 回到TBA 事情当然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说不是这样玩的 另一方面 其实贝伦先生本来就有问题 不只说呢 这只金刚狼是最糟糕 没用了一只 他实际下还是TBA里 主张要消除其他分支的流派 嗯 这边过来就会看到了 贝伦来因的 一边说话就趁着史诗不注意 用消除棒 先是史诗 过来金刚狼也是 两个就这样被消除掉了 如果看过路径集的 就会知道 被消除掉的人事物 并不会直接就这样 真的拘掉 只是跟阿狼 过来进入到虚空 开始了 他们的大冒险 我正在失去 我一直在想 不是我的问题 你当你说 在你的世界上 走到死 哦 果然在掉进来虚空之后 除这两只大出手 确实还有更多的惊喜 在这边等着大家 就首先呢 金刚狼感觉无缘无故 被牵连进来到虚空这 超不爽 怪世界就只要十次定狗击 两只怎么打都打不时的 这一段打着打着 就有第一个大惊喜出现了 在坏狼赶到这边之前 哈 这一位原本以为是没对 但并不是哦 贝贝都是克里斯一番饰演的 却是跟古老之前的F4成员之一 嘴也很秋的霹雳火 不过小可惜的 先讲讲霹雳火后面下场 虽然有给不少的画面啊 但毕竟这不是你的主场 现在出招时 被同样可以控制火的火人给制服 后来又被死士给出卖 结果就被大魔王挂掉了 霹雳火整个人被卡山德拉诺娃 给剥皮去去的 超烂 前面就说发便当 有够限制级的黑色幽默 而死士跟金刚狼 面对到大魔王跟他部下 先是阿狼队上剑石虎 阿狼干掉了剑石虎之后 但这边 W就不再多一个一个 介绍那些揉揉角色了 总是故爱 他们被抓去见大魔王 在军发展 只是很希望金刚狼 帮他一起拯救他宇宙 另一方面呢 阿狼克里 则是要找回失去已久的自我 此次有金刚狼的导演是 虚然以为 不得不说呢 导演跟他们两位 过去有合作过 彼此也有相当默契 然后来到联络温斯 从好久之前 幕前幕后 是散弹打 就如电影里面所说的 等了好久才判断 他们合体 确实也是如此 隐秘粉丝们 大家众所期待的 这一对欢喜冤家 不知斗嘴 也是打了好几轮 没错被抓到 巨大遗人口海基地 好不容易 趁着虚空怪物 玉衡跑出来 乱逃掉之后 休息过一下 彼此没多久 有时一言不合 再开打 然后也在过程中 遇到更多惊喜的角色 像石似狗 长得帅帅 也是来人 饰演长发的好人石似 这篇好人石似 告知了虚空里 还有一大堆的石似变异 而再过来 两人一互打 打到泪趴了 被莫名检丝 就在一个秘密基地 这边认识了另外一群人 包括前面介绍过的 幻杀手 真理佛加纳的 伊雷莎 达姆尼金 饰演的 罗拉 AKA X-23之外 意外惊喜 还有威斯里 史奈普 饰演的 刀锋战士 甚至 参与坛图饰演的 金牌手 雷米勒伯 他们过来 竟然就被 死士的 三重不乱之蛇 说服了 就说要帮死士 跟阿狼 离开虚空 所以再来 如何发展 下一段预告之后 将来介绍 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看过电 或想保有点 神秘感的人 请你看到这里 巧龙 故事 究竟发展 过来 史诗与金刚狼 带头 他们二加四 你好的战略 他们要反攻进去 巨大遗人 古牌基地 AKA X-23 欢迎杀手 刀门战士 跟金牌手 对付杂鱼 史诗跟金刚狼 去主打诺瓦 因为他知道如何出去 他们又去逼问诺瓦 如何离开虚空的方法 关键呢 只要去抢 维尼琼斯 饰演 那个红坦克 版本的头盔 所以咯 这是一段 大家各显成通的大混战 先说这边结果 好人大家都没事 有撑过 而就在诺瓦 弄金刚狼的过程中 就有看到 X-23 罗拉后来 抢到头盔 穿救给死士 并给诺瓦戴上 诺瓦 盾时小红 头盔主角的 她超能力 其实一开始 最好硬还是有说 他刚钓过一个法师 他手上有一个 开传送门的宣戒 这样也可以吗 后面 DoubleZ 另外来讨论这一趴 总是就这样 诺瓦开传送门 让死士跟阿兰 回到他们宇宙 只不过 也在发现 火人跟贝伦 穿通牙橱掉他 诺瓦火大了 后来跟着 来到死士的宇宙 诺瓦奇迹 TP的站点 就是这一幕 诺瓦强了贝伦 他们的宇宙开场手 诺瓦过来要摧毁 死士宇宙 还有其他所有宇宙 简单带过 在跟一大票 死士军团打过之后 死士跟阿兰 两人合作 终于还是有 主者诺瓦 诺瓦跟着宇宙 开场手爆炸 死士最终 有宝座宇宙 总结来说 如果我是猫猫迷 一定会很爱 满满各种彩蛋 包括MCU 都特别以过去 福斯首战 X战 及F4系列 不过关于更多彩蛋 或后续可能发展 先不多说 特别会在以 另外的影片来做介绍 这边聚焦在解说剧情 也要说的是 这个绝对大修特修 死士金刚狼一部 看过死士热战金刚狼 又两个合作 对干一狗票死士 最后再加上 两个人剧情试射 牵手一起拯救一众 哈 小可奇的 其他周边角色 相对就显得暗淡无光 像洛娃过身很强 但最后 没在更高潮的大决战 参加生日趴当中 有黑是战警角色 但完全没战斗场面 不过 如果又说回到了 两位主角身上 大多给100分 因为剧情延续了 罗根最后结局 但又不是恶搞风格 比更多层面 全是多层次的 金刚狼 从绝望心境 如同透过 这一次与死士合作 重新再挣住 加上X23 呈现慢慢怀念感动人心 可以说此次负责 嘴剑搞笑 而这一次金刚狼 值得大家 从罗根的绝望 真兴奋起 然后 正片结束 除了一系列 过去X战警 滑去画面 最最后面一段片尾 只是为了呈现 他没误陷霹火 呈现的是 强烈使动嘴剑 表诺瓦的一段录影 大概就先这样 还有什么意见看法 欢迎在底下后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 此次与金刚狼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 那就先这样咯 拜